中秋节要到来了 还是很多会想要吃烤肉 来到西门町的烧肉一级战区 中秋节的档期 平均定位数都来到八成以上 竞争是非常激烈 各大业者也都力拼特色 像是某某乌汉夯下去 九月份消费指定方案 就加码送这个东港乌鱼子吃到饱 而我就厉害烧烤是主打高CP值 还录享宴通通千元有找 而瓦奇烧烤火锅 则是以火烤两吃吸引逃客 后接合牛汉堡牌 高温火烤逼出浓郁油脂香气 十公分大肥美生蚝烤 烤出鲜甜排味 西门町商圈 开业将近十年的瓦奇烧烤火锅 主打火烤两吃 中秋聚餐还打出超低吃到饱 价格599就能吃好吃 整个性价比来讲 CP值是算很高的 用餐的尖峰时段 中午跟晚上基本上都是满的 那现在就是只差下午的比较离风时段 还可以做定位 那大概就是已经有八九层是满的了 对 在股牛小排高温炭烤 滴出肉汁 松阪猪烤到边缘回焦 弹牙又脆口 西门町烧肉店林立 来到这间我就厉害烧烤 同样走超高CP值路线 五百八十八元起 中秋让你吃到饱 我觉得种类上应该是 不输其他吃到饱的 以中秋来说的话 大概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这两周来说的话 至少是八九层满 北港乌鱼子在烤网上翻烤 空气瞬间弥漫 甘醇海味 想吃多少就烤多少 通通无限享用 麻辣集团光是在西门町 插旗的烧肉品牌 就有熊衣某某乌烤下去 以及烧肉恰恰 其中某某乌鱼烤下去 九月中秋月份消费指定方案 再加码乌鱼子吃到饱 西门町身为烧肉一级战区 捷运站出口五百公尺内 还有肉刺方 烤肉店烧肉重等 超过时间烧肉店 所以这中秋节逼近 定位数平均都来到八成以上 整个商圈弥漫者满满过节气氛 接着主要电影从台北测试吧